8月18号,张嘉宁发文宣布自己和买超的二胎儿子出生了,一家四口紧紧相握,画面相当温馨。 但是在月子里,张嘉宁一直都没有闲着,因为延企攻略刚刚好播出的顺平出场,所以张嘉宁是一边做月子,一边发文为延企攻略做宣传,不是发表情报,就是发视频。 8月23日,张嘉宁干脆直接上了自己的自拍,要来庆祝顺平下线,然后这个产后才五天的自拍颜值,简直美得不像话,一般女人在产后都会继续不足,再加上运气水肿,所以产后都会显得很憔悴,但是张嘉宁今天的自拍美貌依然在线。 不仅画着精致的妆容,脸部也没有水肿,还是标准的尖下巴,完全看不出是一个还在做月子的产妇,而从张嘉宁凌乱的头发,穿着的睡衣,还有背景来看,这肯定不会是旧照,很明显是刚刚才自拍的照片,这样的颜值真是令人惊叹。 实际上,不仅是产后,即使是产前,张嘉宁也是美得像仙女,在孕期,张嘉宁经常和网友分享自己的护肤经验,所以经常是素颜上阵,但是脸部完全无瑕疵。 那天是一个孕妇,下图是张嘉宁生产前两天的照片,完全看不出是即将临盆的孕妇,果然是人比人,气死人了。 而在评论中,好友董玄也突然出现,被张嘉宁疯狂打call表示,你怎么这么好看,是变成蝴蝶飞走了吗? 求剧透,而张嘉宁则是表示,他这么嚣张怎么不上天啊,可以看出,董玄也是在追剧的,大家都知道,董玄目前正在澳大利亚,前几天还有小九窝,在商场玩耍的视频流出,可以看出小九窝很是高兴。 而董玄今天的评论,也透露出他的近况是相当OK的,毕竟还有心情追剧,而目前,高于翔的下次庭审,是在8月30日。 董玄这样的心境,也表示,对即将到来的庭审充满信心,图片,冤于网络。